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,一年四季都要记得多吃山羊,尤其是春天。 大家好,我是小暖,今天用两根山羊跟大家分享特别好吃的做法。 而且做法简单,营养又健康,非常适合长身体的孩子使用。 山羊选用铁棍山羊,铁棍山羊的营养相对更高。 山羊去皮建议戴上手套,不然滑滑的造角素会使我们的皮肤发痒。 去皮的山羊用刀背将它敲碎,用刀背敲是为了更方便我们后续的操作。 用刀背敲过的山羊很快就剁碎了,剁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。 在顶部打上十字花刀。 倒入刚刚烧开的热水烫个五分钟左右。 烫过的西红柿包去外皮。 对半切开,把中间底部的芯去掉。 然后再切成片。 最后再切成小丁。 切好装入碗中,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再准备三朵新鲜的香菇。 清洗干净先切片。 最后再切成小丁。 放点香菇,味道更鲜美。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两个鸡蛋。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。 锅里面加适量的油烧热。 油烧热后,把搅拌好的鸡蛋液倒进来。 蛋液倒进来后,用筷子转圈圈不停地给它搅拌。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特别难,一点也不老。 像这样鸡蛋完全凝固之后,就可以了。 先盛入碗中备用。 锅中重新放少量的油烧热。 先把西红柿倒进来翻炒。 把西红柿炒香,炒出里面的汤汁。 西红柿炒出之后,再把香菇加进来。 继续翻炒,把香菇炒香。 炒过的西红柿和香菇做出来的汤,味道更鲜美。 大约翻炒一分钟左右,香菇变软。 接着,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这个时候,把山药也加进来。 然后搅拌均匀,把山药搅散开。 大火煮开,转小火,煮15分钟左右。 趁这个时间,我们来切一点青菜叶。 切好,放入盘中备用。 15分钟后,山药也已经煮熟了。 把煎好的鸡蛋加进来。 接下来开始调味。 西红柿有点酸味,加少许白糖中和一下。 放适量食盐,再加一点胡椒粉。 再次搅拌均匀,将调料化开。 最后再把芹菜叶加进来煮至断生就可以出锅了。 山药这样吃非常营生,我家邻居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奶奶,每天都会喝一碗。 也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。 健脾氧味,营养丰富,而且味道非常的鲜美又好喝。 简单易做,用来做早餐也非常适合。 喜欢这个视频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点我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美食视频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